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聚焰堂 很久沒試過出Live 你今天很開心出現兩位嘉賓 跟大家分享一下香港做畫畫的藝術 究竟生活是怎樣 請來羅Sir和Athena 歡迎 當然羅Sir的身分比較複雜 我都很習慣 請你自己說 我是一個教畫畫的老師 我又是一個藝術師 我又算是產品設計師 又自己開店也是一個老闆 因為始終我創業創業 要自負盈規 所以請找老闆上來 剛才說過他自己也有一個畫廊 還有他的作品 這裡旁邊也看到 其實他比較專注的 很多電影人物 最近最Hit的人都會有 所以詳細會再說 當然啦 為什麼說很多時候 香港人是做藝術 路是很苦的 我當然要先訪問一下羅Sir 因為在過往你的背景裡 最早期是做一些漫畫 那個年代 會不會讓父母覺得 喂 我們都吃駕仔 轉紅吧 是啊 經常會有 我們在這裡找 大家在這裡 這個Live的部分 可以教嘉賓去找 看到Live的部分 我正在分享 對 他正在分享給其他朋友 大家要留言的話 可以繼續留言 小時候的照片裡 畫畫這類型的工作 我想不是你的年代 現在你的年代 如果父母聽到 我要畫畫畫的話 父母應該有很大的反應 是嗎 我以前反面反到死 反到死 是啊 即是趕你出街那些 都是經常聽到的說話 經常聽到的說話 沒用 浪費我的心血 但是他又好笑 其實是他叫我去學畫畫 是啊 他是不是想像現在的父母 學畫畫的興趣 那時候的年代不同 那時候的年代 就是那個氛圍 就是說 怎麼都要有一技之長 他想著我有了一技之長 就可以 他好笑 那時候我讀書不好 小學的事 他說 你不讀一番東西 你又不可以養妻活兒 現在找了一番東西 都未能夠做到這件事 我想這樣說 很多時候做藝術的朋友 似乎對現實的錢銀 我不可以說不關注 但是就沒有人 純做生意的那些 就是看錢做人 因為你沒有藝術的感覺 你很難畫得這麼漂亮的東西 我有一件事就不行了 譬如 因為自己開了一間餐廳之後 你一定要面對營運 那個生存 但是 譬如 有時候我做了一些東西出來 有時候你不是立即見效 譬如我做一隻風仔 我都賣了 我都沒有什麼宣傳 但是都賣了一百多隻 但是 那些人一見到你不能賣 他們立即叫你 減價、價便宜、價錢 我已經不肯減了 但是我又要儲存 你又要交租很多東西 這是做生意的問題 已經不是做生意的正當思維 因為其實基本上 如果純粹做生意的朋友 做法當然會選擇這行業來做 也會賣這些 所以這個是很實質的現實問題 還有為什麼都會特別地 有興趣跟駱Sir談 因為他很好 除了真的畫畫之外 還有些事情他會有做 譬如幫你自閉 還有特別需要的兒童等等的事情 當然當然要問你這件事 剛才我也要回問你成長的過程 你父母又罵 又讓你去畫畫等等的事情 不是我父母是父母罵 是父母罵你 父母罵你 但是又讓你學畫畫 但是你又這麼堅持 其實我小時候 因為自己很喜歡做 又覺得一定會成功 你又覺得自己的挑戰很厲害 所以一定會成功 畫工或者各樣東西 一直慢慢遞增上去 譬如我現在畫出來的水平 我不是說我現在多厲害 但是我和我小時候 我期待我那天的畫技 已經是過了一個多遠的距離 我沒有想過畫到現在的水平 是真的 如果說現在的水平 不如很快地看一看 即是其中一幅 現在大家最熱 最容易理解的 即是看一看我們的 Wonder Woman OK好 即是看得到 和這張圖片真的差不多 還未畫完 我會自己加些東西 和改些東西 我不會這樣照抄完 這樣 這個通常是藝術家的一個慣性 否則你基本上 需要畫 Copy就可以了 即是你主要是油畫 油畫 去到這麼大一定是用油畫 是 即是 這一方面就是你的最專注 即是專長 其中一樣 當然 剛才你說的很多很多部分 因為剛才你說 即是最早期的事件裏面 雖然父母一些的阻撓 吵好怎樣也好 你都覺得自己好得 你才會繼續 是 還有 小時候是真的 不肯去讀書的 為甚麼每個都是這樣 因為不喜歡讀書 所以就去做其他 不關讀書事的事 是呀 我很好笑的 我做過珠寶設計師 我忘記了 先關掉我的電話聲音 會嚇到大家聽到 不好意思 繼續 我讀到中三 但讀到中四五 其實很好笑的是 我的班主任 我們那間都不是那些 很高品牌的學校 但事後我長大了解 其實他當時想踢走我 他覺得我的成績都不好 你懂畫畫 他對他來說不是 我中學的時候 在畫畫方面的成績都會 那些人都覺得 那時候很好笑的 有一個 那時候我八幾年 那時候讀 很多時候還流行 那時候要跟大佬 有一個 他又好贏的 有很多女生喜歡他 但他有一件事 他一定要找我 就是他畫畫那裏 不知道為甚麼 他每個老師都很頂撞 但我那個畫畫師 他很有氣勢 他又怕我那個師 氣勢 只是覺得他壓著他的感覺 因為他夠膽 他真的是那些 入了黑社會那些 他就去跟那個 那些甚麼鬼鬼的 訓導主任 他都不害怕 但他怕我畫畫的老師 但他一到那個 畫畫的時候 那時候都挺有趣的 那時候他經常說 有趣的 過來吧 幫我畫一張東西 然後 有很小顆的 那時候有 學生才發現 你的老師叫得意仔 那時候有一部卡通片 叫得意仔 然後他經常說 我很矮的 然後他抱著我 現在很高 他經常抱著我 說 誰欺負得意仔 不妨我 然後他會買一包薯片給我吃 他說 如果不然他會被黃太太罵死我 這樣 然後 會這樣 有一個 入了黑道的 旁邊的 即是他沒有踢你進去 他沒有 照著你 即是 那時候 間中有些人 因為他有這個畫畫的需求 他要叫我幫忙 但有時候 有些人間中會欺負我兩下 讓他知道他真的會去罵那些人 他繼續有求於你 是啊 他很有計劃的 但我說 說回那個 來一題 那個 那個 那個班主任 他就 一直說 其實他的成績 勉勉 他上到中四五 都很辛苦 不如找一些 對他來說 適合他的學科 最方便就是找一些Ivy 那時候 我記得那個學科 因為那時候 我很不想讀 我不是壞那些 但我就是 不喜歡讀書 很多人很有感受 然後 後來 我就選到Ivy的科 就是 珠寶設計也要中五 但首飾製作 中三就可以了 但首飾製作 我看到 六科 製作 是啊 裏面也有六七科 是有關的 那我便說 立刻就去吧 變成好像 但是 我爸爸 事後就經常 那些觀念 就是經常說 你讀不到書 因為我有兩個姐姐 一個妹妹 都是讀完大學的 但那時候 那個年代 讀完大學就值錢些 他們會覺得讀完大學的價值很高 而且我一直都不是一帆風順 但他們會覺得現在賺不到錢 都是因為你讀不成書 其實說這些話一直都沒什麼 那年代的獎輩很簡單 小孩子覺得讀到書或坐辦公室冷氣就叫好 但後來就一直畫 你說我去到畫漫畫 因為我又想要畫得漂亮 又要用時間畫得很久 即你是在讀珠寶的那部份的時候 同一時是畫漫畫的? 有時是畫漫畫 但我怎知道讀完一年IVY 一開始就找那些設計師都不容易找到 剛好讀完一年 已經可以說半工讀讀第二年 很多那時候請那些打金、雙寫的學徒 但你想找那份設計師的工都很難 兩樣東西會有點遲 後來誰知道我去工場 因為我都懂得做戒指 但是去工作了兩個星期 剛好有某個同學 那時候很多都是尖沙咀 有個同學說 我們公司的設計師是老闆娘 她大了一肚子 她說急需要一個設計師 我覺得有得去 那時候只有16歲 我中三十五歲 中三 我16歲就已經可以做了設計師 聽起來已經好聽了 整件事很厲害 那時候我天天可以畫三款的戒指 她都是半畫半叉 因為我一早已經對立體的結構都畫得到 OK 她叫我一天畫完三款 她有正面、側面、立體 四個面 我就可以在工場周圍跑去玩 其實是年輕人 其實是年輕人 我十六歲 我現在看回那些十六歲 這些行為這麼小 但是那時候還有一個 老闆有一個銷售 當時她說 她說你畫得很漂亮 有沒有興趣過日本發展 這麼好 她說帶你去見識一下 那時候心裡就很想畫漫畫 其實現在是後悔 日本的漫畫更好 日本發展是為珠寶 珠寶的就不是 小時候都不會想的 我說遲些吧威哥 遲就沒有你的份 後來她偶爾也會來找我老闆 但她看見我這麼年輕 就沒有理會你 但是我做了一年左右 我就受不了 我就覺得我每天畫戒指 我不是說你這樣 有問題 因為我學生是一個 Jourley designer 然後我覺得我不想這樣 其實我是很想畫公仔 但是後來就請漫畫助理 就是文化傳訊 我跟了李智青 他畫的那個少傲江湖 他專門是金蓉 他御用的畫師 那時候我就跟進去 因為我一直有在畫室學畫畫 而那個畫室 裡面很多畫漫畫的人 就在那裏做教授 我便跟進去 即是一個機遇 終於可以進到了 我爸爸 或者我父親 要很小心 自己的家人 他就很專注 他覺得 那時候說 因為我一陣子做諸部設計師 因為他用你學徒的薪金 他只有千百元 然後加了兩次才有二次 是甚麼年代 那時候也爆了 1991年 我想那時候一個做文職 可能是四千多 那不是差很遠 沒有現在那麼恐怖 萬多元和三千元的分別很恐怖 1991年是二十多年前 26年前 可能一半 生活水平也沒有那麼高 那時候我做漫畫助理 一跳就跳到三千元 但我的父親 然後他就很著重 因為那時候做到一個稱職的設計師 是有萬多元的 那時候他覺得這個數字是很大的 是很大了 二十年前 一個文言都是四千元 對 但是那時候 我又問那時候 我跟一個設計師 我叫他姐姐的 那個老師 他跟我說 其實你畫公仔的天份 是遠比你畫戒指高 他說 其實我也很快嫁人 結婚 他說 但是我做設計師 就沒有那麼… 高差能 他說 我的極限 其實一直在這個工場做設計師 這樣就沒有多少 他說 你現在只有十六歲 你不要限制自己 那我當然… 嘩 太好 你叫我走出去 走出去廠 然後呢 我試過…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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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車店又試過 或者我自己搬出來 又試過 我搬了七至八次屋 反叛 對 是啊 有些堅持才會反叛 你好了解 那然後 一直這樣下去 後來做漫畫助理 你又不是突然間你特別聰明 當然是想出漫畫書 那個時候漫畫在那個年代 這是一個目標 很可以賺大錢和賣到錢的 黃玉郎那個年代是嗎? 對 那個年代是可以的? 風雲那些 風雲和藍兒當入津那一期 後來我在馬榮城做了漫畫主筆 我在馬榮城那裏 我忘記了講講那個 所以他剪刮到slash了 我決定不能講 讓他自己講 原來是漫畫主筆 我發現講講又忘記了 我做漫畫助理做了一段時間 那時候因為藍兒當入津 他們那時候還有一些 一個星期出一本的漫畫 薄身 不是很厚的 厚身的 這些是日本的 他們很厚的 但裡面有十個八個不同的主筆 他們每個星期連載 好像很多個 散的故事變成一本石 對 我有點印象 我見過 裡面各自的主筆 就是每一個 這叫什麼呢 他們可能抽到有十個 chapter 夠出一本書 他又出一本獨立 這個模式應該是日本那邊的 嗯嗯嗯嗯嗯嗯 還有漫畫 當時還有漫畫 絕對有 絕對有 如果不是不會有這麼多人 有這麼多漫畫戲 有人先看 這已經沒有了 現在可能新一代的 他們聽到這些都不知道 什麼來的 很多人知道 沒辦法 這些是揭露 揭露戰前的歷史 你們上網 已經是上網 已經是replace 以前是一本本 實體那些 還有看畫工 還有分工 以我所認知 分工是分到 譬如再專一點的 就是畫風 畫個格 可能再好一點的填飾 分得再細一點的工種 就是再早期的時候 是呀 但是後來就 那些慘就慘了 他要轉型 轉不了 因為他只懂得選風位 是真的呀 是呀 即是你不能夠 你是一個大的機構 或者是一個大的機構 一個螺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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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做不到其他東西的 整合能力要比我高 但你是什麼都會畫的 你應該不是只畫風 我一心打算畫公仔 誰知那天我進去做桌仔 真的要送外賣 我不是說怨 我是要這樣做 但是我經常想畫公仔 然後有些 可能他們叫做畫背景 他們經常在笑 或者覺得我 這些事情不是你做的 你要做回你這個崗位 我是做好他們的 我才會畫自己的 然後後來有個機會 我有個老師 都是李智青的左右手 叫Mark Sir 他也是畫漫畫和畫畫的 他說有個機會 現在就是那個 男兒當日樽 他要買到一個版權 馬榮成 當時 他就要 日本那邊 叫他 其中一樣 就是要栽培一下 香港新的人 然後他們也找 然後找了六個七個主筆 當時他說 這個是機會 你突然間可以一跳跳進去 對 整件事差很遠 新的日子 就去試 又試到 但是 大家幾個主筆 一直畫完 就在這裏輪 有時候可能你寫一個一期圓的 或者是兩期 或者是三四期 但是那時候畫得慢 那些叫什麼呢 那些叫什麼呢 他那時候是期望你 一個月出到三十張 就是一天一張 但是 自己做樂的時候 你想故事呢 你畫背景 那些 又不同現在 現在譬如 你們應該都年輕一點 因為後面有三位 場地裏面還有一些年輕人 在鏡頭後面 現在的話 譬如我要畫個背景 現在是很容易的了 我拍張照片 轉到電腦 那已經做了畫的感覺 按個按鈕就完成了 還要畫 就算你在電腦畫 你都會輕易 以前我們拍張菲林 然後你又不能像手機一樣 拍完再看 這些拍得好不好 其實是 然後你要曬出來 然後我們還要影印放大 然後印燈箱 來畫背景 燈箱我也想像到 所以所有的工序 令到你的速度 會很慢 後來馬警察 我們叫馬明成做馬警察 他也很好的 他請了一個編劇幫助我們 盡量配合我們每個人 我們有六七個主筆 大家就像在輪的編劇一樣 因為真的靠你的手 哪有腦 分開就能夠快一點 在他的立場來說 他的企業上是快一點 但還是畫得慢 我記得那時候畫一個 可能想十八九頁一期 是你慢還是我慢 我慢 我慢 絕對不是說馬警察 所以是我自己做得慢 一個十九頁的故事 四個 chapter 七八十頁左右 我要用半年 他們呢? 我沒有比較 我先問他們 即是比較 都有快有慢的 裡面的主筆 有些是很有效率的 但美不美? 有美又有風格 但是那時候 經常打算多玩工 但是我自己的入慢 這就影響收入和生活 沒辦法 香港始終都是 效率都很重要 始終 當然 那天明白 雕鑿當然很好 但是 那一刻 那時候 不是你自己的生意 你始終都是Under 馬Sir 他在那裡計算 他的公司都要營運 你想想 這麼多本書 賣出去 都不能夠等你大半年 才可能出到少許東西 可能因為這樣的原因 會不會導致你 不能夠在行頭裡面 繼續再站穩呢? 因為那個人簽了藥 他都是滿幾年 就跟你說完結了 當然 我長大了去看 當然是自己 如果你的效率 做得好些 那時候幾歲? 十二十歲 十九歲 做到二十三歲 挺小的 現在真的假年 還在學校 只是打機 因為那時候 普遍的人都有中五 或者二十 是我自己 做了去完結那個 社會大學 你那個 後來 但是 那段時間 經常是 畫些插畫 然後 然後 那時候 有個姑娘 從這裡 開始接觸到 自閉症的 解決 即是從小的時候 已經接觸到 那時候 是二十三 四歲 因為那時候 很多人 畫畫畫 他就說 去兼職去教畫畫畫 然後 其中一個主筆 是他叫我去教畫畫 他說 要教一些自閉症的 我就知道 有些人 或者朋友 但我都沒有接觸過 說我不會教 然後他說 那些姑娘 他們就會跟你一起 一起去上課 教你 如何跟他們相處 但是 他們就不懂得畫畫 他們覺得畫畫 可以是 對他們 有個多點的幫助 但是 如果現在 就多了很多人 會讀完一些 或者讀藝術治療 去教自閉症 但是 那個年代 沒有哪有 那個年代 應該很少 比較少 還有 相對地 可能他們的要求 沒有現在那麼大 譬如現在 我知道 有些院舍 他們真的當作 一兩年的課程 是用專業課程的模式 但當然是減省 因為他們本身 是有特殊的需要 但是 因為他們透過畫畫 這件事 很多自閉 或者特殊需要的朋友 他們才找到自己 他們可以控制 因為 因為你說真的 生活也是人家照顧 食物也是人家照顧 他只能控制他的畫筆 現在的進展 只是有 很專注的課程 以連計 但當然 在你那個年代 應該沒有了 即是有興趣班的形式 去處理 我估計的情況 但是 他們很有趣 說這件事 老實說 我沒有正式讀過 怎樣教自閉症 但是 跟他們相處了幾年 後來我知道 因為我都接觸了幾多不同類型 最初教那裡 比較多是唐事 後來就 有些家長覺得你能夠教得到 一定得相信他們 有些人覺得 內性和愛心很重要 對著他們這班 有需要的朋友 而且你要知道 有些方法跟他們相處 譬如他發脾氣 某些位置 又或者其他 他好像不明白你說什麼 但是 後來我從經驗上 就知道了很多種 他們不同的情況 其實應該是 他們有些 叫阿士布加症 阿士布加症 就很高智商 有個八四五的 那時候有一個 很厲害 過目不忘 我那時候見過 有一個是 阿士布加是愛國的 他可以見一張照 一個高空的照片 他可以畫出來的線條 是整個城市 畫出來的 是不是黑人那個 黑人那個 黑人那個 很可怕 整件事 因為他們的功能 其實是一個鏡頭 他不是 我就算我去畫 我也是逐個大廈去記 逐個數量 但是他們好像一看 就鏡頭了 這個照片給你的禮物 他關了你的線條 還要留一件事給你 然後呢 就是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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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士布加那個 那個 然後就 一些唐事 一些自閉症 這些 那 我教了一段時間 有 輾轉有些人 叫我去不同的中心 那裏教的 然後呢 是 我一直都覺得 有很好笑 也有很困難的事 為什麼 但是 沒有很困難的 有時候他們 扭手 我跟他們 即是那時候 年輕一點 哇 我跟他們 會不斷跟他們吵 也有的 然後呢 去到 咬我又試過 打我又試過 打自己什麼都試過 有很多時候有攻擊性 有一個好笑的 我記得 哇 很大份 我記得 他就經常 一有些什麼 不斷打自己的頭 他不搞你 他搞自己 但是他又會咬人 有一次 他就上課之前 他想咬某一個同學 然後呢 他間中 他不是經常的 我當然會坐著他 那時候我挺大隻的 那時候很大隻 那時候是 哇 大隻很多 然後呢 他又等 等到上課 到差不多 去到一半 他雙手抓住我的拳頭 好像巨毛包箱 塞進口裡咬 咬住這個位置 那時候我是做那些拳上壓 練到很厚的 那些肉 然後咬 有個姑娘他也很肥 然後很硬才分開 但事後他媽媽說 她說 我兒子很少咬人 通常 他很喜歡你 他說 他受到某些刺激才會咬人 然後我說 他的刺激就是我 因為我不讓他咬另一個人 這個很特別 你的經歷在這部份 由最早期 可能大家對畫畫 或者是新世代 對畫畫 都是想著 平常都是這樣畫的 例如上網的iPad 最基本的 但以前的年代不是這樣的 還有可能聽 一直以來 就是想著 畫漫畫比較多些 但他起家是由這個 珠寶設計的 就是畫畫部分 珠寶的開頭 正是 正正你這位同學 Adena Adena 就是珠寶設計 你真的讀這件事 我當然要問一下 不同年代 已經是不是 這個generation 有沒有那麼苦 或者是 會怎樣 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現在的 你都是畫畫 不過你是畫 都是珠寶的部分 對 有一點背景 可以讓觀眾知道 雖然我們自己知道 其實現在做珠寶設計 都是 其實跟以前 應該沒有太大分別 對 主要都是要用手 畫圖先 這裏有你的畫作 對 這裏有你的產品 我可以有幾張 給家庭朋友 又可以看一下 那這裏那個就是 都是本身已經設計了出來 很漂亮 就知道我再跟老師 學用原子筆再畫 對 那本身 都是要 如果上班的話 都是要 手畫圖 都是一比一 就應該跟以前 沒有太大分別 這個就不是 對 對 但坦白說 現在的年代轉了 我經常想起 咦 都可以 用一些科技 例如用紙 電子 兩樣都有 兩樣都會 兩樣都會有 相對地 現在可能會是 手畫了 給了客人看完 他可能選了 心目中適合心水的款式 然後可能 會有人畫電腦圖 直接出那些 板 然後就直接做個戒指 做其他珠寶 那些 因為剛才駱Sir說過 你在你畫的時候 你發現你的talent 你的能力 你的天資 是比畫這些的更高 所以你就說 我就是做漫畫 我不敢說 但我看回 那時候那個老師 他就覺得 我想畫公仔的心 是遠多過這個 明白 這個就是你 我想問 Adena 你是一開始的時候 是真的喜歡這件事 還是 其實因為淺圖 應該斷古好過漫畫 或者其他畫畫的部分 因為說真的 很多時候 年青人是家裡的原因也好 或者自己的原因也好 可能要買樓 又怕自己的關東環環 有很多客觀原因 那時候已經沒有那麼多 完全沒有經歷 完全沒有這些經歷 我估問論 你那時候 可能因為你不選擇讀 那時候 其實說真的 你中學畢業是不會有問題的 現在你大學沒有畢業 好像很有問題 現在大學不原業都好像很有問題 對 要讀一個碩士 要儲回一個 好像餅仔 我儲夠了 但學歷是太過氾濫的 就是現在這個年代 你選這個 珠寶設計的部分 真正目的是什麼呢 那時候 當初說要讀珠寶設計的時候 那時候是不知道想讀什麼 突然間 看到一些碩士 好像不錯 然後 自己有興趣就去讀 有興趣在這個設計還是珠寶呢 那時候不知道 真的覺得這個名字 好像挺吸引 挺特別 好像很高領域 年青人很簡單 那時候就可以讀 讀到 讀到是不是真的喜歡 就是讀到 讀到就發現自己 對珠寶這件事 真的喜歡 對珠寶是很喜歡的 對 變成珠寶這件事 反而是透過畫畫 又可以令到你 又滿足到 看到很多珠寶這件事 沒錯 即是變成 那時候沒有唐落 但是你才知道自己喜歡畫 只不過是進去做珠寶這部分 其中一部分 但發現其實滿足不了你 因為你不是真的喜歡畫珠寶 都喜歡 但是我覺得 因為他每天都沒有理由說 我畫完珠寶可以讓你畫畫畫 不會 那你真的要去 滿足他們要給你的工作 但是我就知道 如果我這樣做 一年 我已經是好像 都畫了所可以畫 是的 但是我也都會覺得 我做三年五年怎樣 我是不是想做一世這樣 因為當時我爸爸覺得 你做珠寶也覺得好 因為你以為你做了Designer 他也是一個概念 你有Designer這個名字的時候 你應該有脾氣的東西 Designer這個字是太寬闊了 即是行業太闊了 因為要處理太多 長輩通常都不太了解 當然是他看你的份工 例如這樣說 畫畫 很多一些對畫畫不認知的 其實我就有個 即是我好像自己 累積了一個統計 經常有些人 我現在開畫室 因為是一個商場來的 以前我也試過在街頭畫畫 很多一些人 他們一起來 他們應該多數都 對畫畫是沒有什麼認知 他們就會 要是走來跟我說 要是走過在那裡說 走過的時候又說一句 通常那些畫家 都是死了才出名 這是聽得最多最多的 是 以前我會覺得很介意別人這樣說 但現在我會 有些人跟我談過 我說我講個真相給你聽 真相更多 死了都沒有出名 也都沒有人知道 但另一個真相是 有些人 二三十歲都找了天文數字 是 在生的時候找到也有 是 接著那些人就不懂得 太寬闊了 太寬闊了 而且一般人覺得畫畫 尤其是香港都有一些 人經常說是文化沙漠 純藝術的東西 大家都覺得是賺不到錢的 所以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誤解很正常 如果是更加父母 更加不想 因為看不到那個前景 無論他再生 他都沒有看到他大 不要說死了之後才能賺到錢 所以是不敢這樣想的 所以我覺得很慘的一件事 即是那些人 其實那些人經常走來 因為我現在自己營運一家 都要有那個學生去給你的收入 他們走來問你的時候 第一樣問 學畫畫有沒有什麼將來的前途 又或者是學來做什麼 要是問我兒女有沒有天分 是不是要有天分才能學到畫 其實就沒有關係 父母有父母會擔心的 正正有學生在那裡 你後來做什麼 為什麼想去學 當然想要有進步 想自己畫好一點 再在畫珠寶上面 可以表達到更多 自己想設計出來的產品 我代表是老闆這樣說 你畫得好一點 有用嗎 你畫出來我看到你設計的樣子就行 你畫得好一點 客人會選擇 客人會選擇 但你花那麼多精神心的薪金 會不會加 那老闆也好 也應該會 我現在不問這個問題 你因為很實在 始終在香港要生存 都需要少許成本 尤其是年輕人 剛剛畢業了年多 這些是沒辦法不去理 只不過是說 很有趣的 就是剛才聽到 其實你那個興趣天分 跟阿典娜有什麼不同呢 阿典娜就是 他本身喜歡珠寶 所以他現在做的事 他都很高興 他有 passion passion是來自於 本身對珠寶 再加上你畫 這個珠寶 其實他每天都很爽 因為看了很多珠寶 那老闆你問這個問題 就是幾年之後 都在畫這些很不同 因為你本身對珠寶 或者他逛了又逛 不是戒指就捏 不是戒指就捏 都是那些東西 那就不同 你現在畫 Wonder Woman 那是黃蜂 很不同的 我不是不喜歡 我只是不想天天畫 這樣說 分開少許的部分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始終大家的 passion 不同 你都喜歡 所以 我盡量給觀眾了解 如果你有好興趣 或者你自己喜愛的事 你要分清楚究竟你要做什麼 因為當時的時間裏面 你會有很多的機會 我喜歡畫這個珠寶 但是又不想天天畫 這樣有機會 你可以畫到漫畫 是一個機會 但起碼你都了解 因為很多年輕人 是不了解自己做的 可能惡惡惡 做了一段時間 之後 花了很多年青春 原來我不喜歡 很大的事情 但都是找不到自己想要做什麼 所以這個是其中一個 帶出你們少了分別的部分 但是當然 這個 也有少了分開 因為你是新的 你就已經是一個 上份腿的專家 這裏是很老的 老師妹 不要這樣說 不能在這邊 真的 因為他們差不多 我去到你們的畫 開始你就畫很多不同類型的 電影的部分 電影是近年的 近年 四五年 或者五六年 因為你說 你又有一些 特別的學生教學的經驗 當然很實在 你剛才都說了很多次 都是很重要的問題 你都要營運一個畫室 在市場上 事實上 你現在畫的電影 你又可以幫你提供知名度 又會令你很短時間 對你有印象 因為我認識一些其他畫畫的朋友 開畫廊的朋友 很寬闊的 寬闊到我形容不到 你起碼記得 電影的會是你 這個是很幫助的 有一些 曾經試過 因為我都很需要去一些 機遇、推廣 或者一些白羅之類 有幾年前 就很努力到處去認識別人 經常有很多 那些飯局 或者參展 後來就 都認識到 有兩個外國人 是他們去 某一次展覽 我有份展幾張 但我是畫一些 和宣明會合作 畫了一些黑人 他們覺得 我畫那幾張 就有點吸引到他們 後來他們說想見一下我 有沒有其他東西 我給他們看 其實我這些 Wonder Woman 這個尺寸 是我暫時買到 去現成 一個做好的畫框 最大張 有六成四尺 其實我畫了十幾幅 這一類 我全部畫一些 Super Hero 我自己是特別喜歡這些題材 對 Iron Man 對 但那些是小張 有些大張 我沒有給你看到 那些照片 他看到我這些 他說 那個外國人 他說 一開始我覺得 你有點熱誠 他說 但是我看到 你這些 好像 我明白一個藝術的 需要生活很重要 但是 不可以 好像市場流行些什麼 去做些什麼 但是 我又很難跟他解釋 其實我真的喜歡 但是那些也不是我自己的創作 我只是畫別人 是 但是 他 就是 你說 那個 就是那個時候 我已經是開了這個 叫做 想像空間的畫室 那我就 是 已經是想了 是畫一個 電影主題的 其實我電影主題的意思 就是 他每個人 進來 他都會畫到 當然他還要畫 能夠想 但是我就說 我教了你 一些 基本的技巧 你畫一些 你喜歡的題材 可能有些人 他很喜歡畫愛情片 有些人 很喜歡畫 不同的片的種類 那 是的 我就不會說我喜歡 Super Hero 有些他們有個誤解 經常來 學阿sir 畫那些Super Hero 就只學這一種的 我說不是 我想技巧 其實 都可以放在不同的地方 只不過是電影 你會 容易一些投入 或者是 即即即興 令到你容易 可以畫到 大家可以欣賞到 一些朋友都會知道你畫什麼 我有些朋友真的 在畫藍水果 可能令到你身邊很有朋友 很有魅力 是啊 我不是去批評不同的一些畫質的做法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 我自己就想這樣 就是我 藝術家都是做回自己的事情 都是自己喜歡的事情 就會做回 我見到一些家庭觀眾說 有一個 剛才說的畫家死了之後才會出名 他說 草甲都未死的 他的作品很怪 不同的 每一個人都在說 究竟出名不出名 有很多原因 很多原因 馬榮成馬瑞 他要營運到 他的位置 我想他不僅僅是畫工的 有很多人物 管理等等的事情 有很多很多原因 我這樣說 那些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 說真的 起碼如果你真的有個天分畫畫 首先你真的要很有 passion 你要很堅持 但是當然製餘的事情 就要好看你將來跳到怎樣走 那我們就撇開錢的問題 就是 怎樣去 你有這個挑戰 仍然都很認真 你起碼自己的事業先 到現在的今天 起碼你有自己的教室 有你的學生 這真是一個好事 有些朋友是很痛苦 你自己的份量都沒搞定 或者自己的生活都沒搞定 那堅不堅持 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你比較特別 你很喜歡珠寶 所以你畫珠寶的時候 給你又很開心 又可以 對一般人來說 找到一個 我可不可以這樣說 在你的收入上面 起碼都有一個基本的 安穩的部分 因為無端端你畫了一些畫 就算你畫了Wonder Woman 都放在那裡 不肯有人買的 但你說這個珠寶 起碼有公司 他會聘請這個崗位 我可不可以這樣說 在找工作上 是比較穩陣 也是的 我本身 又喜歡珠寶 喜歡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但又有一個基本的收入 但同學會不會 其他同學是真的很喜歡珠寶 還是覺得比較安穩 所以才會選珠寶自己 同班同學 其實同班同學沒有什麼想做珠寶 讀完之後就進入畫 就是讀了 做其他東西 這是很普遍學生的情況 讀了東西未必是跟聚有關係 大部分 也有幾個 但因為你很清晰自己的方向 所以你很喜歡 很開心 真的想做 笑容到現在都很滿足 很難得 現在很多時候 我不要說年輕人 很多人做份工 他可以有一個流露出很開心 或者很滿足的笑容給你的人 你找一下多不多 相對我身邊 可能會因為工作 可能因為功勞 有很多原因 是要做一份 他未必那麼喜歡的工作 但還要是 畫畫 藝人 還要是不知道 誰會找別人請來 這個是遇到 我身邊有些朋友 我之前的嘉賓也是 也是一些畫插畫 他們都會遇到這些難處 在這些部分 所以有這樣的挑戰 你真的要想方法 香港這個地方生存 可以這麼說 譬如剛才駱Sir說 畫這個電影人物 是其中一個 雖然有外國的朋友 可能覺得你是否為了賺錢 但其實你喜歡 我又有這樣的 好像我小時候 我覺得我這樣做下去 就是會行 有很多人說 我看到那件事 擺明成功 我才去做 是 這是生意型的想法 另一個就是 我知道我做下去 我就會把那件事成功 做下去 我算是這一種 我曾經很有趣 因為那時候 我都很喜歡那些 什麼什麼的 我也會畫了好幾張 是不是男生也喜歡這些 其實我有個朋友 好笑 我有個小學同學 他開了幾間買玩具 他說其實你在做的行為 就是你在畫齊一套比加超的精靈 揭頭的行為 不過你畫到這麼大張 還畫那些機械人 你在畫一些巨型的比加超 但是那時候 一邊畫 一邊自己想 第一 最後有一天 一定是在想一樣的 或者有人去賞識 或者自己可以 創造到一些東西出來 然後 然後 給我 因為現在我們有些 不同的網台 那幾年前 遇到 遇到另一個人 他那時候 我把他拿到街上畫 那我最 我經常試過捧這些六尺 捧到街上畫 我看過你的YouTube裡面 那些很大型的畫 就是那幾張 那當時 他說 一件事 那時候 我記得是 Iron Man 3 上畫 然後 就遇到那個人 他說 你為什麼畫這些 他是網台的 網上電視 他說 你問我 還在做這些 他問我想怎樣 我說 我可以和 手影之類 能得上一些關係 他說 我可以幫到你 他就幫我 拿到 I Square 就擺在那裡 他那晚又有些 Cost Pay 那些 當然 不會說實質地 立刻說 有人買你 你買來幹什麼 現在很多的Print Out 都很漂亮 然後 又或者是 他說 你這樣擺一擺 或者人們看到你 可能放上Facebook 你又跟某些人物拍照 想做到一些事情 又覺得你好像 又幫到你買的錢 又多了一點點的 但是後來 我也四處去發放一些人物 去幫忙 去問一下這裏問那裏 後來就問到一個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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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簡直是認識到 中環IFC 他說 IFC 他說 其實可以幫你去擺這些東西 他說 但是 你要得到 MARVEL的一封推薦信 對 因為某程度上 這個就是 Lyzen的問題 絕對因為這件事 他說 他說 那個叫什麼呢 他說 但是 MARVEL當時 就被迪士尼買了一個版權 就說 興建 那時候是13、14年 他說16年就落成 然後他說 他說 你拿到一封推薦信 我整個IFC任你玩 如果你跟大公司合作 有時創業的朋友 你也要留意 你自己的位置不可以 例如放在旺角街上可以 但你跟任何大機構合作 他們一定需要一些公司 例如Lyzen的問題 因為他們都很害怕被人告 所以要留意這部分 其實我也在想 那麼像 其實會不會有這個Lyzen的問題 即是政治家IFC的情況都一樣 那到底是怎樣 拿不拿到 他後來就說 他就去到那裡 因為我給不到封信 但最好笑 那天我說 在街上撞到過山 他在迪士尼裏做 他就說 我嘗試幫你去 誰知道 他就說 去到某一個位置 他們說 不可以答應你 因為 我們是很 什麼呢 他們都很艱難 才談到一個MARVEL的版權 回來 他說 我們都不可以 也有很多限制 一定是正常的 我們不會斷斷為了你一個藝人 或者一些東西漂亮也好 或者你想出名也好 去幫你去成就你 是 是 但是 然後你就會有一些 我都沒有說周圍說 但有些人會說 都說了你不行 很多說話 很多有馬後炮的情況 未做的時候 都是不好的 以前我試過去再早期 零六年 我試過去自戰去見星爺 最後他願意見我 但未見 你畫畫的 你不是做演員 你叫他做什麼 那時候他跟漫畫有些關係 但是沒有做成 但也不是說 裡面不太方便透露 對 當然 他很好笑 當時有些朋友 都是畫畫做設計 他就說 事前他就是在那裡笑 他說應該都不行 看不到 你憑什麼人要見你 然後我就把所有畫過的東西 因為我之前做過一些遊戲設定 我畫過一個少林足球的遊戲 其實應該給你一張照片 不是那張圖 他做很多東西做過 不然你告訴我 我都不記得跟你說 有做過遊戲 所以他有太多東西 你自己說 你看到我 都隔了幾天才給你 我做了很多東西 不要緊 通常都是有厲害的藝術家 基本上什麼都可以 都有一句 你的手藝可以 你放在不同地方都可以 做遊戲有多簡單 後來那個 不是那麼熟悉的朋友 他說 別人願意見你 就奇了 好笑的時候 我當時很窮 我記得 拼完所有東西 我做了一份很厚的文件 給星爺 然後做了一張畫 印大張一點 然後做完之後 沒有錢 計算我搭到車 回到家 即是見完那間 很貴的 那時候 那時候是 那時候是職業 但是生活很傑聚 那我做了千多元左右 那已經是沒有了 但我後幾天 就可能會收到一些學費之內 OK 即是誰是真空 那時候 我記得新人只剩4元 那時候 即是我是搭到車回來的 藝術家的那樣 演員的那些差不多 演員的朋友 都是一個月裡 每天都捱包的情況 所以我經常 然後到他 誰知道 最後他隔了兩個星期 他有助手 複花惡 那時候是功夫的 後來 我通過了頂 然後 一查過E-mail 他說 星爺看過你的東西 就想見一下你 然後我想 是不是累了 開始做夢 那時候 通頂第二天 早上七點多 後來 我睡醒 咦? 還在那裡有個E-mail 後來就去見 那開始 柴里台的人 他說 真的嗎? 他就說 你看看星爺 要不要做網頁 做網頁 幫我給他一張卡片 之前就說你不行 放手 這個世界上總會充斥很多這些人 是啊 當然 最後 談了一點點 但也沒有再接觸他 起碼有機會見到他 有個朋友 他不是畫畫的 但他又是一些市場的人 他說 我陪你去見 我記得我們在計時 他說 你跟那些少女的人說 他說 你看到又怎樣都可以 我們呢 加上 勉勉強強 就把星爺九個字 你們嘗試 找任何理由 去看看 別人是否看到你五分鐘 然後 後來 就是 當然 那件事 也是因為自己畫得慢 整件事都沒有了 嗯哼 但是 我又經常 那些叫什麼呢 我去到那個 畫那批大的油畫那些 那時候 也都覺得 其實是自己 那些東西做得不足 又畫得 又畫得不夠多 那數量 經常會想這些 所以我基本上 到現在我都 叫做沒有停過 畫來呢 我又覺得好像 都是在儲存的 那些 畫家通常都要的 但是 畫家攝影師那些 都要遲不停 其實我又覺得 沒有一個 什麼叫停的 是 那你會不會畫定一些畫的 就像你師傅那樣 畫定一些珠寶 老闆不叫都先畫定 因為你很喜歡 都會啊 就是可能會 設計定一些款 嗯 看看遲些老闆 你會不會選一下 嗯 都會啊 就是機會是給一些 有準備的人的 就是加上你很喜歡的時候 哈哈 突然想到 就是畫一下 很重要 那當然 譬如這一家的 你的 就是搞室啦 就是你看到很多 很多畫 也都很容易吸引到 不同的學生啊 等等的事情 那現在生活上面 即都是說真的 未去到飛鴻騰達啦 未去到飛鴻騰達啦 未去到地產 也很厲害啦 但是是不是已經過了 那種艱的階段 算了 因為做老師 起碼有些學生的 學費 現在都叫做 就是有人來學 也都會 走的 但是呢 老實講 有些是別人說 其實某某畫室 他可能畫一些東西 就很一般 甚至乎沒有什麼 但是呢 我經常被人罵 你要做多些sert 又搞多些比賽 但是呢 我完全理解 你說什麼 100%去做的東西 因為我越做的東西 越漸漸 我試過自己做證書 然後慢慢做了幾個月 然後我就想做得很完美 轉吧 你的完美主義的朋友 哈哈 你不要做這些東西 網上每天都可以 對呀 然後又賣廣告 又試過 然後呢 又搞什麼優惠 報名又送件衣服 送件衣服 我越做越差 然後呢 我現在是 即是放下了一些 我簡直是 我一畫這些 你是自己做 還是請人做這些 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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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錢 你哪有人幫你做 都是自己做 我已經預計到 這個情況 會是怎樣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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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算了 我這麼久 現在都經常有些人 叫我做不同類型的事情 是 我現在呢 我就不聽任何聲音了 我就是 我畫這些 我就是 最多聲音 某程度上 Sandy 她介紹我 我來這裡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看到這些 但我這陣子 就經常做 直播 嗯 有時候我會 說一些無聊的事情 有時候我沒有話說 我就這樣畫畫 是 其實現在很多的直播 都是做這樣的事情 是啊 但是 只是這張神奇女俠 我是因為它這樣直播了 就都收了十個八個 是 他們會覺得 很流行的 是啊 但是我不是說 收學生是我唯一的目的 或者手段 那些 我是很清楚 我真的想畫一批這樣的東西 我先稍微解讀 因為 兩樣都有 譬如藝術人 你有很高的才能 在這部分 你要接觸這個社會 你會做一些這麼閹門 市場 以及這麼 違背了你藝術本質的東西 是有少許撞車的 為什麼我這麼驚訝 問你 你會不會請人做 因為如果你自己做的話 那張神奇女俠 很有要求 他們就天亮了 這個很實在 因為都會遇到這個情況 因為很坦白 我自己有時候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我都是叫我做一件事 嘩我交易很久 那是死定的 那我就找了一些夥伴 他是完全 大家 何水不犯井水 可能他的功能在設計 沒那麼高 他不會跟你在那裡交易 他會交易 他會交易後 他就會交易後 什麼時候要交給他 那就平衡回 在這個社會上 你怎樣生存的部分 那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始終 如果牽涉到生意的話 你就要去面對這些情況 但當然也很不足 很多原因 我都理解的 所以這個是會很多時候 如果你是做一些藝術性的創業的朋友 真的要留意一件事 他有建議 我之前有個學生也是 他女朋友是畫自己畫他的策畫之類的 那我的學生就是他的 Marketing Manager & CEO 因為他是Sales底的 變成他就可以很明確地 Balance 回到女朋友的東西 那女朋友就專注直接畫 我很想做到這些 其實就是要找適當的人 如果你是做藝術那類的工作的話 基本上如果你是 希望變成一個行業 或者可以找到食物 你真的可以考慮一下 拍攝一些朋友 他是可以跟你有些相反的 talent 可能是對Marketing很厲害 Admin很厲害 會計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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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 因為這些 填補你的不足 填補你的不足 以及你要向社會營運 因為就算你在外國也好 你不可能無限量去畫一些東西 除非你在大廁 我等你那樣東西 賣完即吃完 那些靈計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這樣才是Balance 整個生意立場來說 這是一定要平衡的事情 我最近有個舊同事 他原來 近來談完才知道 原來他在處理一些資料 我覺得好像神跡一樣 這麼嚴重神跡 其實對他來說 他覺得很簡單 很簡單 他經常做的事 譬如把你的學生做到不同課程 這個學了多久 總共去幫助多少錢 他要收回一點錢 那我絕對 就給他 你要分工 你要分工出去給別人 我說 我是 那個瘋了這麼久 其實我也有看一些書 我知道我這些未處理好 因為我現在是 他說其實有些不同的人說 其實你做的事是一個企業 或者是一個老闆 你真的是老闆來的 你是老闆來的 你是老闆來的 我拿出了登記牌照 你是老闆來的 你是老闆來的 這個照片我不不記得 你是老闆來的 就算不要 繼續 所以他幫我整理那些東西 我是覺得 好像一炮過幫我解決 現在是做了三分之一 我已經 他會很有交代 他會說 我今天做了多少 他就給我看 你是不會做給別人聽 你有什麼交代 應該是 性格上的東西 可以有少許說 比如說 NBTI 性格分析當中 其實人有十六種 其中一些 像你這樣 Creative 需要拿很多資訊 然後做一些ideas 出來的 是這一類人的性格 但是 有一類人的性格 很細緻的 很跟隨的 很細緻的 通常這些是相對的 你有這一隻 相對的 可能沒那麼厲害 可以學回來的 但是最好不要 你的才能是那隻 我也會知道 因為 其實這些我可以放下畫畫 我專心去 只是去搞會計的 或者是專心去搞會計的 那些不是你的才能 所以我就是 做會計的人 不是這樣的畫 你經常說 做回自己聰明的地方 世界才是完美的 你不要只是搞會計的人 會計只可以做會計 但是我是因為 我自己開了一間工作 去到那個位置 你不處理又不行 但我天生就不應該做老闆那種 也是那一句 雖然說 我不是完全是老闆 做生意 我完全是看數目的老闆 你的老闆是 你是找一個平台 聚到一班 很喜歡畫畫的人 又拿到你畫畫的天份 去分享給他們知道 只不過就是 你一定要有一個地方 有一個辦公室 你都要交租 基本的營運 你都需要 所以那時候 你所謂的老闆是那個位置 但你不是完全透過這件事 賺很多很多錢 因為那個馬榮成應該很懂得賺錢 或者是 他是小數的 當然 所以你也看到 是小數說得出的名字 是做幻畫的 可以有一個企業 他們是混合了 他們也有轉型的 都會做一些事情 但是暫時 可能我聽你的行業 某程度上 都會是 用畫畫 你本身的天份 還有你最喜歡的才能 去吸引了 學生變成你一個的營運 生意 所以這個都會 當然 剛才那個是小小的意見 還有一些朋友都會了解 不要那麼傻 自己放進去做你自己不聰明的事 你會浪費了你的才能 兼浪費你的時間 以及不夠你做得好 傻了 不要做這種事 所以你要找回相關的人 去配合 去做好這件事 這個我會覺得 這是其中一個 可以讓大家了解 當然 有些學生說 待會你記得留下來 讓我看你的直播 有九小時才知道 最後的整體 我都想說 其實在這張照片裡 有一個公仔 轉型 我也知道 有一點轉型 有一個實體的公仔 這個 很可愛的公仔 他的眼睛 就是我們很熟悉的 一個鍵盤上 看到的東西 好 這個這麼可愛的 叫什麼名字 這是我的真正創作 叫做ad仔 是 ad仔 是這個ad 眼睛的ad 其實就 因為剛才我 那些 話索 經歷 都不能說到那麼多 因為我不能說太久 他太多了 對 對 他 還有我是教自閉症之後 去想到這個東西 但以前我在經濟部畫過一段時間 畫漫畫 然後他很有趣的 那個漫畫 就要畫那些編輯 他們日常生活的東西 就變成一些趣事 很可愛的 後來他到那麼早 他說 那個老闆 他說 你都畫一個你自己的角色 我又不想好像畫我自己的樣子 然後我便想到一個公仔 最初好像一個晴天公仔 好像穿上去 手要那些暴偶 後來就一路一路改變 變了 有點肥肥的 但是 我是 想了一個 那個自閉症 他們的經歷 因為我看了很多種不同類型的自閉症 或者弱智人士 他們的自己 或者他們的家人 他們的遭遇 可能很多是 他們很慘 但是他們也不太知道很慘 是 他們基本上很快樂 有時候 我試過有一個 他從不懂得說話 到現在懂得說話 學了七年八年 他爸爸有時候 他爸爸激動的時候 真的會 因為他經常突然說 你教那個 名字就不要說 有時候 他一激動的時候 他會打自己 或者大喊 他爸爸 現在沒有了 他突然跟我進來 然後衝進去廁所 然後出來睡眠 這樣就好嗎 但是他轉頭 其實他又沒有什麼事 但是我在這裡看到 雖然有一部分 其實他好像不知道外界發生了什麼 但是一部分 其實他轉頭又好像 有一些 我們好像不同的 就是 很少的事情 我們覺得很委屈 很慘 都哭了 但是可能對他們來說 轉頭又沒有什麼 我想 其實我自己一直 畫 各樣的生活 或者經歷 我都是一些看法 譬如現在 有些朋友 他可能面對抉擇 去 要轉工 或者是 他那份工 他都完全不喜歡 但是他做了很多年 然後他覺得很難去衝破這一下 對我來說 我覺得 沒什麼 又或者有些人說 堅持夢想要捱我 捱我一會 他已經叫救命 我覺得沒什麼 是因為我經歷很多 很長的時間 這些 我覺得 很多事情都是一種看法 我就去想這隻公仔 我去構思去做 去做的時候 有些人會說 怎麼能賣價 我已經不理了 我就做了出來 但是 我又會 那些人問我 究竟他是什麼 我說代表一個 自閉症的 一個圖騰 或者一個 icon 我說 他就是一個 好像 旅戰旅敗 又旅敗旅戰的 物體 但是 就好笑 出來 因為我會穿他 因為我在商場上 這個公仔 所以 他出來 我一走 那些小孩很喜歡跟他玩 但是 也有些人很壞 他知道你裡面有人扮 一個兜後腦拍你 好像頭都被我打 你打不到你 幾個頭都被我打 幾個頭都被我打 自己肥腾腾 但是 他很壞 那隻公仔 他的嘴巴真的可以套進去 他的門牙 基本上是軟海棉 是 那些人 他想走來去撕 他說 你撕什麼 你說話 不是 有時候有人扮 我在外面 可能去 叫人拍照 他想撕的時候 我說你撕什麼 他說 想看看撕不撕 你撕了怎麼辦 他說 不知道 有些人 還有一些人 他會想你 用指甲去 真的想弄壞你 後來我又發覺 為什麼出來 他又遇到的遭遇 有些人覺得 你越打你越玩你 他又越喜歡 他的命運就好像 變成我構思的 吃點東西 我想這樣說 藝術家很多時候 你會做了很多的設計 或者很多的產品 或者這些公仔等等的事情 正正想表達某些意思 你又不覺不覺 透過這個案子 又可以做到你本身的概念 其實也挺難得的 有很多設計是很難的 想做事用不到出來 或者人家又無法認可 所以我叫他 其實我原本想登記的名字 叫做at仔 這個at Facebook是不給用的 他是說你是一個符號 不是一個字 我便是at仔 那些人經常叫做at仔 為什麼叫做at仔 又不叫bk仔 後來我的物語是請物語言 我們不說話 因為我跟自閉症很多 跟他們的相處溝通 他們不是用說話來去 語言都溝通不了 我是請物的物 想了一件這樣的事情 其實是真的 很多時候都認識很多設計師 可能只是賺錢 他們就滿足自己的欲望 或者可能錢錢等等的事情 但好像羅瑞瑞這樣 可以設計公仔 亦都在華華城裡 都會幫到這班小朋友 我想在你偽造生命當中 除了錢錢之外 帶出的價值會更加多 因為那班小朋友 其實相對地 問心錢也不會賺得很多 你不會很多人 會更有心機 去花時間 在他們那裡 但其實他們是一個生命 雖然他們不太記得 善望都可能是一件好事 其實他們的生活都值得更加精彩 要很感謝你們 去給他們一些專業的意見 還有讓他們知道 他們都是值得尊重的 他們可以做一些很開心的東西 甚至乎有你這麼好 去設計公仔 令到我們一般人 都會更加留意這件事 麻煩你兩位 我也知道 你的人生有很多話要說 但不能過了太久了 也很感謝 阿典娜上來 不是過了 阿典娜上來跟我們分享 起碼知道你的學生 新的一輩 設計也好 找到一個他自己喜歡的方向 都可以找到你的生活 希望你接下來就要好 說多一句 可以的 我多謝阿典娜 都很感謝我在不同時的幾位 幾位的老師都幫了我很多東西 或者教了很多東西 今天老套一點說句 今天還堅持到 都是因為他們在不同時期 說過不同的聲音 懂得感恩 所以才更加多機會 希望各位唱的朋友 繼續努力 斷責事件差不多了 多謝你們 拜拜